请登记二号候选人侯友宜先生至台前抽签 唱名唱到第三次人不见人影 新北市公办证件会登场 7日市长侯友宜和林佳龙会前王不见王 请主持人代抽签 这也是两人参选以来首次同台对决 攻防重点当然聚焦在侯友宜若连任会不会落跑选总统 我的人生我自己决定 我的态度很清楚 站在这个位置上 人家问你啊 这个如果选了市长 之后会不会又去选总统 就yes no嘛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绕了一大圈 像达陆基一样不断跳针 选不选2024侯友宜没把话讲死 林佳龙气到等不及主持人话讲完就呛瞎 好好做事四个字真的不要再讲了 这成为笑话 我签了不投降承诺书 侯市长不敢签 不知两岸议题针锋相对 林佳龙也主动挑起战火 再呛侯冷血对待恩恩霸 这些指控侯友宜不回应 全程跳针重复任内政绩 你讲的这些政策 几乎都是当时朱立伦当市长的时候所建立的 可是你很少提到他 一个多小时的证件会 林佳龙仍不满足 因为没有交叉辩论环节 时间又定在忙碌的礼拜一早上 他如果拒绝 他就是不愿意让市民有资的权利 不管他了解不了解新北市 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阐述他的一些想法 我都给你尊重 林佳龙投出的无数职求 侯友宜保持一贯风格 冷处理 龙侯之争 经过这场辩论证件会 林佳龙的疑问依旧存在 侯友宜的回复依然没改变 进行为李嘉兴 彭志华新北报道